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本周在华盛顿表示 台湾面临中国不断加大的威胁 美国应该将对台遵守常态化 频率可以是每两年一次 除了可以避免此事被政治化而受到中国的干扰之外 也让台湾在中国的巨大威胁下得以安心 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魏之 一项力挺台湾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加德纳 在一个智库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 美国提供台湾的防御性的武器 是台湾关系法和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的明确规范 这个提议不应该是被政治化而受到中国杂音的干扰 他主张美国应该对台湾均受常态化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如果我能创造一个词 就是定期化和例行化这些军售 如此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将军售变为 每两年发生一次或者是更加频繁 一起来听一下 我认为他应该每两年发生一次 或是更加频繁 这么做可以降低他的政治性 使政治因素无法附加在军售过程中 而且他也让台湾能够在面对中国 不断增加的威胁时较为放心 当你人在台北看到那里活跃的经济和民主 知道他们正面临巨大的威胁 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对中国说不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 为阻止中国干预台湾的2020年大选 美台已经开展对话 提升应对能力 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 美台交流密切 包括打击虚假讯息的合作 未来将持续捍卫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 台湾媒体星期四报道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最近在一个亚洲政策论坛上的演讲中表示 由于网络攻击日益频繁 美国国防部正与盟友合作 交换信息及强化能力 以应对所面临的威胁 薛瑞福还透露 美台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对话 通过专家合作 依据需要 直接提供台湾所需要的能力和技术 以便在选举时能面对这一问题 薛瑞福表示 台湾明年将进行的总统大选 挑战将更为复杂 预期中国将通过社交媒体 网络入侵等方式干预台湾的选举 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回应表示 台湾与美国共享自由民主价值 双边关系紧密友好 实质交流密切 包括进行打击虚假讯息的合作 主持人 谢谢薛瑞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我讲的